在今天白天仍然是個晴朗的天氣 但是吹著東風進來 這空氣品質在西半部地區都不太好 明天要注意什麼 我們就來看一下了 我們用幾個時間點 來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 清晨六點鐘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溫度好舒服啊 不過這個溫度 如果是騎車的朋友 就覺得有一點點涼囉 因為在整個中部以北 天亮之前的溫度 在局部地區就會比較偏涼 要提醒你早出晚歸的朋友 要注意囉 但早上的八點鐘陽光出來了 防曬的工作仍然不能少 各地來說都是晴朗而穩定的好天氣 但到了中午十二點鐘的時候 三十四度的高溫 北部的臺北側站 今天就是又測到這樣的溫度 所以補充水分這件事情 就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不補充水分 會中暑 接著等到了傍晚五點半 你們注意 上個月我寫六點 現在寫五點半 為什麼 因為太陽十二三的時間 越來越早了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即將要進入到秋分之十 逆光行車的朋友要特別的注意 溫差的部分來說 在明天仍然比較偏大 西半部的空氣品質 仍然比較偏差 但禮拜五開始 東北季風要增強了 週休假期的東半部地區會飄點雨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先注意到北方 北方有封面雲帶在長江流域的位置 冷空氣的強度主要是在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北 這段溫度下降了 而我們臺灣上空呢 風向吹著正東風進來 東風吹了進來 溫度形態來說是中午熱 但早晚的天氣形態來說是舒適的 但我們就來看什麼 來看一下現在這個時候的空氣品質的狀況 我們從空氣品質當中可以明顯看得到 東風吹進來東半部地區空氣品質好 西半部地區都在普通 有些地方已經快接近有點不良 像在南投山 還有包含了彰化 臺中 以及包含了桃園跟新竹地區 再來就是高屏地區了 所以要提醒過敏體質的朋友 在傍晚時刻包含了七機車排放的污染物 還有工廠的廢棄物 還有火力發電廠的廢棄 所以空氣的部分在禮拜四 仍然是屬於不好的狀況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 從地面圖上我們就可以注意到 封面帶現在主要在長江流域 接近長江以南 北方的冷高壓開始下來 冷空氣在禮拜四的時候 還不會影響我們 但是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東北季風將會要增強了 那我們的天氣在這個週休假期 往北走 早晚天氣會略微轉涼 你會問我說那再來更涼呢 目前看來在中秋節的時候 會有更強的冷空氣進來 北部的低溫的部分 就會在二十到二十一度 那我們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 晚上的溫度算舒服 白天的高溫仍然是炎熱 我後正雨只有局部山區有 東半部都是好天氣 歪島地區倒是馬祖在明天下午以後 轉為多雲的天氣 小滴你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就在於說空氣品質偏差 過敏體質的朋友要注意 清晨黃昏陽光牆 逆光行車要小心 我會忘記錦槟 我會忘記錦槟 那 Bis forth 您在聽яв 我會忘記錦槟 分享 你們的照片 兩個大家 三十多年 你們的照片 給你 我會忘記錦槟 最後一次 我們有時間 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